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开经纪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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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掌 请不吝点赞 尊心的各位菩萨慈悲 各位同修大德慈悲 非常的高兴 我们今天又在主淫金中学会 共同来学习地藏经 感恩大家在这边扑持学生学习奖金 墨学吴俊宽在台上学习讲演 在讲演的内容当中 如果有讲得不如法 不圆满的地方 敬请各位同修可以给墨学批评指导 感恩各位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 我们看到九十八页 今天要来进入了 地藏经的最后这三品呢 是属于流通分 流通分里面 这三品的经是 地神护法流通 以及十二品的建文利益流通 十三品的 属累人天流通 佛经当中呢 这部地藏经的架势 虽然地藏经的经文不是非常的长 本经的序分呢 占了前面第一品 就是刀立天工神通品 而后面的流通分 占了三品的部分 看起来这个就是大经的架势 我们看到华严经 法华经 无量寿经 也是大概这样的情形 我们从这个经本的架势当中就知道 地藏经就是大臣经典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经 也可以讲 是大臣当中的大臣 一臣之中的一臣 流通的意思是什么 流的意思呢 就好像水一样 水会流动 要把这个经本 流传三世 通达十方 只要是归于佛门的弟子 我们做佛弟子的人 都要有这个流通经典的使命 佛在每一部经的后面呢 都劝我们要流通这一部经 如果不能够把佛法传给别人 那么佛所讲的这些经典呢 可能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断掉了 那么我们修得再好 这是有罪过的 也不能够成佛 不能够超越轮回 因为对不起佛菩萨 因此佛经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一代一代都要来学习承接 让佛法藏住在世间 所以呢 佛经所讲流通的意义 非常非常的重大 在佛法里面修学 什么的功德福报最大 就是流通经典 前面的经文讲到 我们来修补旧的塔式 修补旧的经书 这个都属于流通的意思在 用身体来做出榜样 用身体来流通佛法 而用我们的嘴巴呢 来宣说 这个也是流通 我们看当年释迦摩尼佛 一生当中讲经说法 从来都没有中断 佛在临终的时候还讲 大涅槃经 这个经呢 是在佛临终三个月前讲的 他从道立天宫下来之后 讲了大涅槃经 讲完就圆集了 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 他不只是说说而已 他一生都是用嘴在宣说佛法 在流通佛法 当然 这个就是我们做弟子的人 要去学习的 我们也要效法世尊 我们尽行寿 为了佛门 一定要来做 弘法立身的工作 流通佛门经典的工作 把佛法介绍给一切有缘的人来受持 这才是真正诸佛如来的传人 才不失作为一个佛弟子的责任 下面我们来进入第十一品的经文 请各位同修来看经文 尤时典 尔时尖劳地神 白佛言 世尊 我从袭来 瞻世鼎礼无量菩萨摩赫萨 皆是大不可思议 神通智慧广度众生 是地藏菩萨摩赫萨 于诸菩萨誓愿深重 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颜伏体有大因缘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这一段讲到了监牢地神 而他是颜伏体当中的神 他是掌管土地的 因此叫做地神 那么我们一般人常常在讲的 土地宫三神 这个也是属于地神这一类 而土地宫是地神当中算是很小的神 因为他管辖的区域很小 大概管的范围 好比我们现在一个乡还是一个镇 这是一个土地宫的管辖范围 而监牢地神呢 他是总地神 他掌管颜伏体 整个地球也是他掌管的 土地上面 这一些都是他的管辖范围 所以 我们讲的地很坚固 才叫这个总管的地神 才叫做监牢地神 这个名称是这样子来的 在阿含经里面呢 佛跟彼丘讲 四大天神 哪四大 地神 水神 风神 火神 第一个就是讲到地神 水 火 地 风 这个四大 当然地神呢 他也来参加这次的地藏法会 他来听世尊 讲经说法之后呢 他也出来了 跟世尊 跟世尊 情法 首先呢 他就讲出了 他过去的一些历史 地神他讲到 我从 习来 这个就是说 他从过去 一直到今天 所 看到的 我们从这句话来看呢 代表这个地神 他修行的时间相当的长 我们从这句经文 就可以体会得到 但是我们要晓得 监牢地神 其实呢 他也是法身大事 所示现的 他这个经文当中 他讲 他过去世当中 曾经经历无数的菩萨 摩合萨 而这里讲到 詹 是 鼎礼 为什么他会詹是鼎礼 表示他有亲近过 有布施过 供养过 非常非常多的菩萨 摩合萨 摩合萨 这三个字呢 已经代表 地上的菩萨 登地 三贤 十圣的菩萨 这些呢 监牢地神 他都曾经经历过 供养过 皆是大不可思议 神通智慧 广度众生 这个就是监牢地神 他所看到的现象 他提出来 向世尊报告 讲出了这些菩萨 神通智慧 度化众生的情形 经文要讲 是 地藏 菩萨 摩合萨 于 诸 菩萨 誓 愿 深重 这句话特别 凸显出 地藏 菩萨 比其他的菩萨 更加值得 地神 尊敬的地方 因为地藏 菩萨 他誓 愿 深重 与 严福提 有 大 因缘 监牢地神 他是 严福提 的地神 他知道 地藏 菩萨 跟我们 这个地区 特别的 有缘 我们要知道 其实 地藏 菩萨 不只是 跟我们 有缘 跟每个 地方 每个世界 都很有缘分 而且 我们要晓得 这个缘分 一定是 平等的 菩萨 不可能 有分别性 可是地神 为什么 他要这样子说 这是 讲给我们 听的 我们在 前面的经文 有看到 地藏 菩萨 他有 千百亿 的分身 他在 十方世界 一切诸佛 刹土 来度 最苦的 众生 但是菩萨 他的心 是清静 平等 慈悲 因此 他绝对 不会偏重 在某一个世界 某一个地方 因此 我们晓得 监牢 地神 这种说法 是应激 而说 因为我们 今天 生长在 严福提 我们现在 就是 严福提 的众生 所以 地神 为我们说 地藏 菩萨 他跟我们 有大 因缘 让我们 感到 地藏 菩萨 有一种 对我们的 亲切感 其实 这个就是 煎熬 地神 他的用意 实在 讲的 我们 学佛 起步 就是从地藏 来学起 前面 有跟各位 介绍过了 地 代表 新地 藏 就是 宝藏 学佛 首先 就是开发 自信 宝藏 这部经 里面 所有一切的 教学 都是教我们 如何来 开发 自信 宝藏 的方法 自信 有 无量的 智慧 得能 有无尽的 福报 要如何 来开发 佛在 这个经上 都给我们 讲得很清楚 现在的 关键 就是我们 读了 经典之后 信 还是 不相信 如果 相信 而且 我们又 做得到 我们的 智慧 就开了 智慧 开了 经典里面 所讲的 福报 我们都能够受用 这个福报 都会现前 请各位同修 我们再来看 下面这一段经文 九十九页 第二行 的下面 如文书 普贤 观音 弥勒 一画百千身行 度于六道 其愿上有必尽 是地藏菩萨 教化六道 一切众生 所发 世愿结束 如千百亿 恒河沙 经文到这里 是一段 上一段 尖老地神讲 地藏菩萨 跟我们有大姻缘 我们这个大的姻缘 原因在哪里 这一段 就解释给我们听了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 是给我们做一个比较 显示出地藏菩萨 真的跟我们这个世间 有特别的缘分 文书 普贤 观音 弥勒 这些都是大菩萨 而跟我们世间呢 的缘分 也是相当的深 其实讲真的 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 而这里呢 做比较的是什么 是菩萨 他的誓愿 其他的菩萨 在六道之中 度众生 他那个愿 还有完了的时候 只有地藏菩萨的愿呢 没有完了 没有宗旨 我们要晓得 地藏菩萨大愿是什么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所以我们 从菩萨的大愿 他的大愿 比诸佛 比菩萨的愿 确实更加深重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文书 普贤 观音 弥勒 虽然我们 所听到的这些名号 是菩萨的名号 但是这些菩萨 不是普通的菩萨 都是古佛 在来的 他们老早就成佛了 实现菩萨的身份呢 是为了要在六道里面 度化众生 九远节以前 老早都成佛了 那么为什么 他们世界在这个世间呢 用菩萨的身份呢 要帮助释迦牟尼佛 来教化众生 这个正所谓 一佛出世 千佛永护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经文讲到 是地藏菩萨 教化六道 一切众生 所发誓愿结束 如千百亿横河沙 这个就是说明 地藏菩萨 他以菩萨的身份 来教化一切众生 教化时间之久 没有办法计算 而且地藏菩萨 生生世世 累劫 都发这个众愿 我们在这一会当中 所看到的 法会出席的大众 有哪些的人物 十方如来 这些成佛的人 其实呢 有一些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 学生成佛的人数 已经相当可观了 不可思议了 而到现在呢 当老师的人 还是以菩萨的身份 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 激功雷的教化众生 可以讲啊 他不注重自己的名位 不注重个人的利益 在这个地方 完全是为我们明显的做出模范 由此可知呢 诸佛菩萨教化众生 完全是随机应变的 是活活泼泼的 并不是呆板的 地藏菩萨 老早就成佛了 可是 他为了度众生 他要用菩萨的身份 用身份 用这种身份 亲近一切苦难的众生 让一切众生能够开悟 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 他自己 不成就佛果位 无所谓 重点是众生 能够离苦得乐 请各位同修 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九十九页第五行中间的部分 世尊 我观未来 及现在众生 于所住处 于南方清洁之地 以土石竹木 做其看事 世尊能塑化 乃至金银铜铁 做地藏形象 烧香供养 张礼赞探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世尊 我观未来 这一段的经文是说出 能够供养修复的这些人 而特别讲到未来 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即现在众生 现在众生有两个讲法 一个讲法是世尊当年 他在刀立天宫 他在刀立天宫 讲经说法 在参加 听经的这些大众 在那个时间叫做 现在的众生 而另外的一个意思呢 是未来的现在 未来的时间太长太长了 我们现在是属于 那时候参加法会的未来 可是我们这个时间 经过的未来呢 还是很漫长的 所以地藏菩萨 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呢 从释迦摩尼佛灭渡之后 一直到下一尊 弥勒菩萨释现成佛 这个都属于未来世 未来现在的众生 那个就是指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地区 如果用简单话来讲 只要读到这部 地藏经的众生 只要听到这个法门 那么我们就属于 这句里面所讲的 现在众生 所以简单讲了 地藏菩萨正是说着我们 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就要晓得 他指的是我们 经文教我们怎么样来修呢 于所住处 于南方清洁之地 在自己所住的地方呢 找一个南方清洁之地 有人读了这段经文 是不是就要配合东西南北 去找说我们的房子是草哪里 我们房子的南边在哪里 我们要知道 要是我们的房子 是坐南朝北 那当然是很好啊 这样的话 找南方就是我们座位的地方 可是要是我们的房子 是坐北向南呢 坐北向南的话 想想看 我们的大门口就是南方 那是不是要在大门口 就供地藏菩萨 因为方向是正确的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讲的 在华言经里面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他都是往南方 他餐学都是往南方 其实不是真的东西南北的南方 南不是方向 南代表智慧 所以只要有善知识的地方 只要有善知识所住的那个方向 我们都叫做南方 因此我们读经 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 如果这个意思我们明白了 这样子就好讲了 所以呢 只要是供地藏菩萨的方向 那个地方 就是经典所谓的南方 因此我们大家读经 要懂这个道理 自己的家庭里面的客厅 若要供菩萨像 供养的地方 一定要在上方的地方 什么叫做上方 哪个地方叫做上方 就是说你到了这个空间 你到了这个客厅的时候 你第一个看到的那个位置 就是上方 人一走进来 你看不见的这个地方 不叫做上方 所以 就好比我们这个佛堂 哪个地方是上方 当然是末学后面 供佛的地方是上方 为什么 因为门口在靠近楼梯的地方 所以如果要用经典来讲 后面 供佛像地方 就是南方 因为这个是上方 一入口就看到了 所以了解这个意思的话 我们就晓得上方就是最恭敬的位置 那么地藏菩萨呢 供在这一边 就是南方 不一定一定要去找 东南西北的方位在哪里 这个道理要明白 南方代表智慧 南方代表光明 我们要晓得这个表法的意义 清洁之地呢 这句话很重要 供养的地方一定要整齐清洁 不要杂乱 甚至有的地方不适合供佛像 供菩萨像 映光大师曾经告诉我们 有些人在自己的房间 供养佛像 菩萨像 来请教映光大师 映光大师曾经回答过 他讲了 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呢 就如同大雄宝殿 所以呢 一般私人的卧房里面 不供养佛像 因为这个就不是经典这里讲的 清洁之地 那么有的人 却在房间里面 会有供佛像的情形 也不能说他完全错误 什么样的情形呢 譬如在这个房间住的人 他在病重的时候 他都不能出房门了 他有心想求往生 这时候不要顾虑这么多了 没有一切顾虑了 一切时 一切处 念念当中 都离不开佛号 离不开佛像 这样子 可以供一尊阿弥陀佛 在房间里面 因为这个人已经病重了嘛 你还要供到客厅 供到佛堂 他连下床都有问题了 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说 讲房间不能够供佛菩萨的形象 那个是在一般的状况之下 所讲的 第二种情形呢 有的人房间 他也供佛菩萨的像 虽然说 他没有生病 但是这个人呢 他求往生的 这个心非常的真切 日日夜夜 希望早一天 能够见佛 绝对不能够 用怠慢的心来供养 所以在自己的房间 供佛像 为的就是天天时时刻刻 提醒自己不可以懈怠 而且要赶快积极的 把念佛功夫成就起来 赶快去西方见佛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尊重的态度 就好比 做女儿 做儿子的人 希望早一天看到自己的父母一样 这种虔诚 孝敬的心 如果用这种心态来房间供养佛菩萨形象 这个可以的 这是老和尚 曾经在讲解当中 有跟我们讲过 所以法无定法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要看在什么状况之下 来做什么事情 并不是说 有些人 他来供养佛菩萨的形象 结果呢 目的是什么 求佛菩萨保佑 为什么他需要佛菩萨保佑 因为有的人他怕自己的房间有妖魔鬼怪 那这样子错了 你把佛菩萨拿来当辟邪的神用 用佛菩萨的形象来辟邪 这样子的做法完全是不对的 或者是有人把佛像当成艺术品 他不礼敬 他不供养 他摆在房间来欣赏 其实这样子讲是有罪过的 这样子绝对不可以 因此呢 印光大师的开示是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不是很特殊的情形 尽量不要在房间里面供佛菩萨的形象 我们要小的 要依教奉行 经文上面要讲到 做其看事 这个看呢 就是供养佛像的一个小房子 小小的一个房子 小屋子 而这个看的材质呢 有的用土 有的用石头 有的用竹 用木头 这个都可以 而现代 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呢 对这个看 确实是不太讲究 很少人用这个看 来供养佛像 而在日本就非常讲究 日本人 他不论这个佛像的大小 小的佛像 他用小的佛看 大的佛像 即使再大 他就用很大的佛康 把佛像供在里面 他们在拜的时候呢 把这个坎的门打开 拜完礼敬之后呢 再把这个坎的门关起来 他们这样子做是很有道理的 实在讲 日本人他是从中国 随唐时代学习过去的 而且呢 一直保留到今天 他们都还没有改变 因此 日本人某方面 这种精神 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 他们 不随随随便便 改变古圣先贤的教导跟方式 经文又讲到 事中能塑化 乃至金银铜铁 做地藏形象 坎里面来供养菩萨形象 而这个形象 不管是塑造的也好 还是画像也行 而材质呢 木雕的也可以 泥塑的 还是铁柱的 金银铜铁 材质 不论什么都好 下面来举几个例子 这个金银铜铁呢 是属于金属类的 这个陶瓷 也都可以 我们来看 烧香 供养 赞礼 赞叹 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 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们从三个地方来讲 我们供养 这个形象呢 第一个 是让我们产生 礼敬之心 普协菩萨 教我们修行的方法 修行十个纲领当中 第一条就是 礼敬诸佛 我们看到佛菩萨的像呢 礼敬的心就产生起来了 我们要将 礼敬诸佛的心 运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然后对一切人 事物 也是这样子的礼敬 敬识呢 就是对事情 认真负责 尽心尽力 把这个事情做圆满 这个就是对事的礼敬 对物呢 也是一样 对物的礼敬 好比我们讲 有桌子 椅子 并不是说 我们对它来礼拜 不是这个意思 是要把它 放得整整齐齐 擦得干干净净 这个就是对物品的礼敬 如果把这些桌子 椅子摆得斜斜歪歪的 然后摆得很久 又没有人去擦 都是灰尘 这个就是不敬 所以是对人 对事 对物 只要有一个 真诚恭敬的心 这个供养佛菩萨的形象 就是这个意思 产生恭敬之心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见贤思奇 佛菩萨之前的身份呢 也是凡夫的身份 修成的 他今天成了佛 成了菩萨 而我们为什么现在 还是在当凡夫 我们应当要效法 佛菩萨 向菩萨来学习 所以我们在这身当中 也要来做佛 做菩萨 这个就是见贤思奇的意思 第三个意思呢 我们看到了佛菩萨的形象 我们就要想起 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 看到地藏菩萨的形象 我们就想到 地藏经当中 世尊所讲的这些教诲 每个字 每个句 我们都要记住 要深入 要了解 而且依教奉行 所以呢 我们供养佛菩萨的形象 有以上三种的意思存在 不是迷信 一点点都不迷信 外面一些没有学佛的人 说我们供养佛菩萨的形象 每天在那边拜 好像供养拜偶像一样 这样子他完全误会了 由此可知呢 我们佛门供养佛菩萨的形象 意思很深 很广 归纳起来 其实都是教学 并没有离开教育 何况供养形象当中 还有报恩的意思 在这里面 经文讲的 张力赞叹 赞叹就是为人来说明 为人演说 自己依教奉行 这个是赞叹 为人演说也是赞叹 我们做佛弟子的人 不论在家也好 出家也好 遇到有人 他有疑问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详细的为他说明 让他了解 供养佛菩萨的形象 让他知道真正的好处跟利益 而且这个利益是切身的利益 是现前的好处 这样子哪有迷信 一点都不迷信 请各位同修 再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看到九十九页最后一行 第三句的地方 四人居住 即得十种利益 何等为时 一者土地丰壤 二者家宅永安 三者先王升天 四者献存益寿 五者所求遂益 六者无随火灾 七者虚耗辟除 八者杜绝噩梦 九者出入神户 十者多欲圣因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世人居住 即得十种利益 这一段十项的利益呢 就是供养佛菩萨形象 所得到的好处 金牢地神他讲 供养佛菩萨形象的这些呢 要是我们不懂得 供养的意义 那么这十条的利益 我们得不到 我们的心态行为 跟佛的教导相应 这十条的利益 我们就能够得到 而我们相应的程度越高 所得到的利益就越大 怎么样才相应呢 就是信 愿 行 这三个字 对佛菩萨的教育 我们能够相信 能够理解 而且发愿 又来奉行 当然 不只是这十条的利益 再大的利益 都能够相应 经文讲 何等为时 这十项的利益是什么 我们一项一项来看 第一项 土地丰壤 这个就是世俗一般所讲的 五股丰收 收成很好 风调雨顺 这样子代表过着好日子 再来二者 家宅永安 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呢 能够平安幸福 只要我们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心善 行善 生活环境 自然就转好了 经上常常讲的 一报是随着正报状 地球上面的环境呢 是一报 而人的心是正报 人的心善良 土地就丰收 而且家宅就平安 人的心不善 相对的一定是灾难重重 厄运连连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下面 三者先王升天 后代子孙如果来学佛 那么他的祖先也得到好处 做子孙的人 他成了菩萨 这个就是 菩萨的祖先也得到好处 而且 这些祖先他们不论在哪一道 都受到人的尊敬 为什么这样子讲 佛门讲 一子成佛 九祖升天 我们真正念佛 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自己九代的祖先都升天 这个才是真正的 报祖先之恩 再来下面 四者 献存 益寿 献存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还活着的家亲眷属 我们现在的父母兄弟 我们的妻子儿女 一样都可以得到利益 代表什么 代表我自己一个人修行 而我一家的人都得福 不只是这个样子 我们修行的成就如果越大 能够得福的范围就越大 我们能够让一个地区得福 大到让一个国家得福 甚至全世界都得福 我们一定没有自己的私心的念头 念念为社会 念念为民众 为一切众生 用这种方式来修行 真的可以让世界都得福 所以这里讲的献存益寿 其实可以扩大到整个世界 并不只有自己的家人而已 第五个 所求遂益 这就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只要如理如法来求 一定会有感应 我们自己如理如法来求 要是说求不到感应 这个是什么原因 其实代表语言还没有成熟 我们为众生来求 完全不为自己求 为众生来求 但是没有感应 代表这是众生的福不够 并不是说 我们求的 这个结果得不到好处 并不是这个样子 是那个缘还没有成熟 六者 五 水火灾 这些水灾火灾 还是森林大火 台风 有的人认为是自然的灾害 自然灾害 有人为的因素在 人为的因素是一个缘 什么样的缘 我们错误的思想 自私自利 贪 成 此慢 这个就是自然灾害的因 要将这个因来排除 排除之后 就可以无水火灾 世间的人都能够觉悟 都能够像佛菩萨 这样子的慈悲 像上帝一样的爱护众人 不会去伤害任何的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和平共存 众生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这个世间人为的灾害 自然的灾害 它当然就可以消除 欺者虚好辟除 这里虚好的意思呢 指的是钱财物品的消磨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社会上的经济危机 好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经济风暴来讲 这个是最贴切的 这个灾难呢 我们也能够避开 排除掉 八者杜绝噩梦 我们晚上睡觉 不会做噩梦 会睡得很好 很甜 很安稳 所以说呢 心思邪恶的人 他就会常常做噩梦 我们能够把邪恶的心断掉 培养真诚之心 不论对人对事对物 绝对不自欺欺人 心地清净 不要受外面这些环境的污染 也不受自己内心里面烦恼的污染 平等 平等 正觉 慈悲 爱护一切众生 能够舍己 为人 只要是 能够让一切众生 得到利益的事情 我们都要全力的去做 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慈悲心 一定会过得很安稳 怎么可能会 做噩梦 所以如果常常听到一些学佛的人 讲他还有做噩梦 那么代表什么 自己还要警觉了 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 修行功夫不共 功夫不得利 不论你来修学哪一个法门 功夫要是得利的话 第一个现象就是 没有做噩梦 确实是如此 因为心清静 那个梦也是 我们的心献事变的 心善良 不可能会去做噩梦 再来 九者 出入神户 出代表出门 入的话代表回来 而这个神呢 是代表户法的善神 这个是讲 不论到什么地方 你去办事也好 旅游也好 或者是工作也好 还是我们学佛的人 去外地参学 处处都有诸佛 给我们护念 荣天善神保护我们 我们就不会遇到一些灾难 不仅如此 跟着我们一起去的人 也受到保护 一路上可以平平安安 最后这一项 使者多遇圣因 圣因就是讲缘分 你常常会遇到好的缘分 这个因缘就是成佛 成菩萨的因缘 这个叫做圣因 会常常遇到开悟的因缘 增长道业 这个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 学佛的同修 成就的高下在欲缘不同 要是遇到好的 殊胜的缘分 你的成就就非常的殊胜 像我们在华严经上面看到 敬心欲缘 我们用清静心 慈悲心 遇到的缘 都能够得到受用 要是心不清静 不慈悲 遇到的缘 等于没有遇到 空过了 地藏经这部经里面的教义 归纳起来就是孝敬这两个字 而孝敬也是佛法的总纲理 总原则 佛法教人教什么 就是教人家要孝敬 必须将孝敬父母 扩大到孝敬一切众生 奉事师长 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菩萨的心 佛心 然后我们才会常常遇到佛菩萨 实在讲 诸佛菩萨善知识 哪一个地方没有 一切时一切处 到处都有佛菩萨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说 他看不到佛菩萨 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 不能够认识清楚 看不懂 让我们遇到了 等于没有遇到 代表我们自己的条件 不具足 静空老和尚的三位老师 对老和尚的教导 都是义务的 当年静空老和尚 他做学生的时候 根本没有能力交学费 都没有能力交学费 连吃饭都有问题的 他哪有钱 哪有能力来供养他的老师 那个时期呢 老和尚的生活非常的困苦 他没有办法供养他的老师 反而还是他的老师来帮助他 来照顾他的生活 所以静空老和尚 一生一世 念念感谢老师的恩情 我们从老和尚的例子就知道 懂得好好修的人 就会多遇圣音 确实是如此 在这个经文当中 十种利益呢 前面的九种 所讲的都是世间的利益 而最后第十项呢 多遇圣音 这个是得到初世间的利益 而且这个利益是最殊胜的 是超越世间修行的方法 佛在境上告诉我们 多遇圣音呢 就是时常遇到善知识 会常常遇到佛菩萨 罗汉等等这些圣贤人的化身 他们能够帮助我们远离恶法 增长善法 这个就是圣贤的因缘 我们能够常常遇到这些好事 这个是无比的幸运 佛在这个地方呢 跟我们讲 时常要来修供养 而供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依教修行的供养 我们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 得到地藏菩萨的微神加持 才可能有这种特殊的遭遇 好的遭遇 好的圣音 以上是经文所讲的十种利益 我们要把握经上 所讲的这些要领 然后呢 如理如法的来修行 这十条利益 当然就会陷阱 如果不知道理论方法 看到这个经文 我们光只是供了一尊木头的地藏菩萨在家里 还是一个画像在家里 你只是这样子礼拜 得不到这十条利益 所以一定要明理 要知道方法来转变自己 把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思想 错误的见解 一向一向改过来 读了这个经文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在其中 请各位同修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到一百页第四行的下面 世尊未来世中 即现在众生 若能与所住处方面 做如是供养 得如是利益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这段是讲 我们依照经典里面的教导 好好的来修供养的人 能够得到诸佛善神的加持 得到地藏菩萨的帮助 可以得到之前所讲的十种利益 这个是做一个结论 请各位同修 我们再来看下面第二段 是讲到读经 供养佛菩萨像的利益 请看到一百页倒数第三行的中间 父白佛言世尊 未来世中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于所住处 有此经典 即菩萨像 世人更能转读经典 供养菩萨 我常日夜以本神力 为护世人 乃至水火盗贼 大横小横 一切恶事 西皆消灭 经文到这一段 这一品的当机者 是监牢地省 所以经文这里讲到 父白佛言世尊 这个就是监牢地省 他向释迦牢尼佛来报告 他发心来护法 监牢地省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他就是我们地球上 最大的一位地省 甚至他的地位 比阎罗王还高 阎罗王好比是一个 国家的国王 而这个监牢地省呢 他好比是全世界的国王 连阎罗王都还要听他的 他是 严福提的地省 好像我们今天讲的 全世界人类的领导者一样 他的福报大 权力也大 未来世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经文这里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呢 这个是指到可以修供养的这些人 他有条件嘛 因为他是善男子善女人 与所住处 有此经典 及菩萨像 有此经典呢 指的就是这一部地藏经 这个是讲到 在家里面 有这部地藏经的经典 也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 就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 世人更能转读经典 供养菩萨 经文讲的转读经典呢 供养菩萨 这八个字非常的重要 里面并不是讲到说 读经典 经文这里是想 写到转读经典 转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懂得转 每天只把这个地藏经 拿来读一读 一天读上一百遍 也没有用 监牢地神 他不会保佑的 要是我们转读经典 这样啊 就跟监牢地神的愿相应 我们想一想 转是什么意思 古代的告诉我们 要随文入观 懂得随文入观 那个就是转 读到经文当中的教训 新的念头就转 所以转呢 是懂得依教奉行 我们要天天读天天想 而且天天都要照做 转就是把我们的念头转过来 把我们的行为转过来 依照经典的理论来做 所以转读经典就是供养里面当中的 如教修行的供养 这个才叫做转 我们用这个功德来供养菩萨 所以供养菩萨并不是形式上的供养 每天在那里烧香 每天在那里烧香 共水共果 其实佛菩萨不在乎这些东西 是要以修行的认真 修行的千层之心来供养 这一点很重要 要有这一份的心 在形式上当然也要做到 要是没有诚意 形式上做到的话 没有这个效果 关键在这个转字 转就是转凡成圣 转就是转凡恼成菩提 转迷成悟 转染成进 都在这个转字 如果能够依照这个经典的教训 转过来 经上讲到 我长日夜以本神力 为护世人 我这个字呢 代表监牢地神 他自己来称呼他自己 我们照这样子来做呢 监牢地神 他会日日夜夜来保护我们 我们看下面经文 他怎么保护 乃至水火盗贼 大恒小恒 一切恶事 西皆消灭 监牢地神告诉我们 不管是水灾也好 火灾也好 还是怯道的事情呢 我们都可以避免 而我们要晓得 我们遭遇到一些恶事呢 都是我们过去跟今生所造的恶业来感召的 我们命中本来有的这些灾难呢 如果我们能够依照经典来修行 来供养地藏菩萨 因此呢 监牢地神 他自然会保护我们 命中本来要遭受这些劫难的 我们可以一一避免 大化小小化五 这个地方 古大德的朱杰有讲到 他这样子讲 此见地神护法之心 与光明会上 发愿护金铜 就是跟这个意思里面讲的一样 朱杰又讲到 彼云若随事经典 所留不处 我当在中 常做数位事业 这个是举出 在光明会上 发愿护金 这个话 跟这里的经文来做印证 监牢地神呢 他确实发过这个愿 而且呢 不只是一次 古大的朱杰又讲到 事有不幸之人 为事又尽知语 这个是讲到 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 他们会以为 释迦牟尼佛 在经典所讲的这些话呢 都只是劝人为善而已 说一说的不是真的 其实 读经典的人 很多人有这种 错误的见解 以为 佛在经典所讲的这些 因缘果报 根本没有这回事 都认为 释迦牟尼佛 目的就是劝人为善而已 方便说说而已 并不是这样子的 大德的注解里面又讲到 启不闻 千里之外 为之 要是我们的言与善 听到别人讲之后呢 我们产生欢喜心 也能够产生共鸣 特别 现在这个时代呢 我们是从真诚心里面 所流露出来的善言呢 是为了利益社会 为了利益民众 而且没有为自己 这个话讲出去 听到的人都会欢喜 不但他自己欢喜 他也自动来介绍 给他的亲朋好友 然后呢 把这个一个传十个 十个传百个 确实就像 朱姐所讲的 千里之外 硬之啊 净空老法师一生宣扬 世尊所讲的善言善教 而他向全世界大众 来推荐介绍佛法 讲经说法五六十年 得到了回应 给我们静中学会的同修 都产生欢喜心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亿万的人 听到净空老和尚 介绍给我们的佛法 产生欢喜心 我们也能够看到社会上 出言不散 千里之外为之 这是代表什么 有一些邪教 他利用大众传播媒体 因为现在的媒体太发达了 结果在那边四处宣传 邪知邪见 甚至有的言论当中啊 还能够兴盛一时 信的人还很多 但是我们俗话有讲到 不怕祸比祸 只怕不是祸 有一些民众 他们听到一些邪师所讲的 然后又听到佛菩萨 在经典里面所说的 两个比较一下 他就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所以呢 现在的佛法流传呢 因为媒体本身 他也是具有很大的传播能力 善法确实呢 流传越来越新 而邪教呢 一开始流传的时候 或许可以欺骗一些无知的人 可是时间日子一久 他的流传就越来越困难 可见的 古人所讲的这个话没有错 请各位同修 再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看到 一百零一页第二行 第三句的地方 佛告监牢地神 辱大神力 诸神扫及 何已故 研辅土地 西蒙辱户 乃至草木 沙石 盗拔 足为 古迷宝贝 从地而有 皆因 如历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今儿的 佛告监牢地神 地神 这一段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对监牢地神 做出一些赞叹 辱大神力 诸神扫及 这里所讲的诸神呢 指的是一些地神 所有的地神 这个监牢地神呢 它是地球上的 总地神 可以讲 我们地球当中的每个州 都有地神 每个国家 也有它那个国家当地的地神 每个区域 也有每个区域的地神 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有一些山神 土地 城隍 而这些是属于小的地神 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城隍呢 它所管辖的范围 就是一个县市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个县市就有一个城隍庙 而这个城隍 它是属于一个区域的地神 土地公呢 就好比乡镇长 它管辖的范围就是一个乡 或是一个镇 所有地神呢 当然有大大小小不一样 而地神当中呢 监牢地神 他的地位最大 当然 其他的地神 不能跟他相提并论 所以这里呢 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 其他诸神 能跟他比的很少 叫做诸神少计 经文要讲到 何已故 世尊为什么讲 监牢地神 他是属于最大的 盐浮土地 西蒙辱户 监牢地神 他是我们盐浮土地的 总地神 所以盐浮土地当中的一切 他都可以去保护 下面经文讲到 监牢地神 他保护什么样的东西 乃至草木 沙石 稻麻 竹尾 这是讲到 有一些树木 花草 石头 沙子 还有一些植物等等 古米宝贝 从地而有 皆因 辱利 这个宝贝呢 指的就是 土地当中的矿物 而这里讲到 地面的这些 农作物呢 还有土地下面 所含长 无量的矿物 因为这些东西 都没有离开土地 这些东西 都是监牢地神 他所管的 他虽然能够 护持 可是主要的原因 在哪里 还是在众生 本身自己 众生自己的业力 来做主宰 其实 任何的神 尖牢地神 他为我们呢 都只是做真上缘而已 佛他有讲 一切法 重新 享生 如果每个人的心 都善 每个人的心 都清净 每一个人的心 都很慈悲 真成 任何物质呢 它的组合 就不一样了 都变成宝物 我们世间人 讲的七宝 这些沙子 石头 都会变成七宝 为什么会变成七宝 七宝是怎么来的 七宝是人的心 变现出来的 我们在 无量寿经 里面有读到 西方世界 它的环境呢 都是七宝流离 组成的 为什么都是七宝流离 因为西方世界 都是诸上善人 每个人的心 都是善良的 慈悲的 要是我们的心 是邪恶的 这个七宝的组织 它就分解 就变成 沙子 变成石头 变成一些 没有用的物品 佛又常常讲到 敬随心转 佛心真诚至善 佛心大慈大悲 所以 佛 祂所住的国土 跟我们 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 华言经上面的 华言世界 弥陀经上面 所讲的 极乐世界 连树木花草 都是种种的 珍宝组成的 不像我们这个世间 所看到的 树木花草 这个样子 西方世界的树木 都是珍宝 这个是不是 那边的人 故意制造出来的 他们也不用制造 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自然变化的 我们要晓得 这个道理 一正庄严 种种受用 不离自信 心地的真诚 善良 慈悲 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 过幸福的日子 希望生活美满 我们从哪里来修 当然是从心地上来修 在夜报差别经里面 有讲到一段话 墨学在这边念一遍 富有十业 能令众生 得外恶报 若有众生 于时不善业 多修席故 感住外物 西不具足 在这个夜报差别经 这几句话呢 就是讲到十二业 要是这个地区的众生 都在造十二业 什么是十二业 有十项 身体来造 杀生 窃盗 邪引 这个是三项 而嘴呢 嘴巴来造 妄语 两舌 其语 恶口 四项 又加上心里面 充满了 贪 辰 痴 三样 所以 身 雨 义 所造的恶业 加起来 总共有十项 这个叫做十恶 这个地区的人 都造十恶业呢 自然他就感受到恶报 这里 经典所讲的水灾火灾 窃盗战争 这种大小的恶事呢 一切恶事 因为他们都造十恶业 所以他们天天都会遇到 经常遇到 可以讲天灾人祸 一直来 这个是什么造成的 当然就是 十恶业 感召来的 我们今天发心 跟释迦摩尼佛 学习 我们读了地藏经 跟地藏菩萨 学习 我们要远离十恶业 深 口意 要回过头来 来修十善业 才能得到经典里面 所讲的这些利益 请各位同修 再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看到 101页 第五行 第一句的地方 又当 称阳 地藏 菩萨 利益之事 辱智功德 极以神通 百千 备于 常分 地神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又当 称阳 地藏 地藏 菩萨 利益 之事 这是讲到 监劳地神 他能够在这个地藏法会里面 在大众之中呢 称赞 地藏 菩萨 利益 众生的这些事情 辱智功德 世尊 在这里 特别赞叹 地藏 菩萨的 不是地藏 菩萨 赞叹 监劳地神的功德 之前的经文 我们看到 礼敬 称阳 赞叹 供养的功德 所得到的是 无量 无边的福报 而佛特别 赞叹 地神 他的功德 经文讲到 极以神通 监劳地神呢 他护持 土地万物 这个能力很大 这是他的神通能力 他这个能力有多大呢 被 百千 被于 常分地神 常分地神 指的是 一般的地神 佛告诉我们 这个是一般地神 跟不上 监劳地神的地方 我们知道 普贤 大愿 里面有十项 头一个就是 礼敬 诸佛 第二个 称赞 如来 而 监劳地神 今天在这里 称阳 地藏 菩萨 他所做的 就是在 行 普贤道 有很多人 不知道 称阳的 好处 跟利益 释迦 摩尼佛 所说的一切 经论呢 是从 自信里面 流露 出来的 我们 读诵 赞扬 其实就是在 赞扬自己的 信德 借着 释迦 摩尼佛 他流露 出来的 信德 在将 自己的 信德 引发 出来 佛弟子 要常常 宣扬 佛经的 内容 让别人 来了解 自己一个人 修行呢 不能够 明心 见性 要常常 宣讲 佛法 给别人 听 这个 这个代表 天天在 宣扬 自己的 信德 这是自己 天天 都在 熏 修 不知不觉 当中 经过了 一段时间 自己的 信德 也会 向外 流露 出来 就是这个 道理 怕的是 我们不肯 为人 宣说 佛法 怕的是 我们经常 在中断 懈怠 那个 就没有办法 这段呢 就是 监老地神 他进到了 他当地神的 本分 而且呢 他能够 护持 佛法 这个经上 佛在这里呢 特别对 监老地神 做出的 赞扬 那么 因为 今天 时间的 关系呢 我们就 学习到 这个地方 感谢 各位 菩萨 利用 一个半小时 的时间 在一起 听经文法 莫学 祝福 各位 菩萨 福慧 满满 顺心如意 将 今天 喜讲 听讲的功德 回向法界 一切众生 回向中华民族 万幸祖先 以及 晚生 堂上 众等神灵 并回向 一切灾难之中的亡灵 祈求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最后我们一起来念 回向祭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与佛 庄严佛 净土 上报 四重恩 下祭 三图苦 若有 建文者 悉发 菩提心 西方 近此 一报 生 同生 极乐国 阿弥陀佛 走 中Ы 谢谢观看